生理期 多喝热水 感冒了 多喝热水 胃痛 还喝热水吗 3月上旬 一位95后女生胃痛时 习惯靠喝热水来缓解 半年后检查发现竟然脱成胃癌 胃痛多喝热水是否有用 喝热水对身体有没有好处 多数情况下 胃痛可能是不规律的胃肠蠕动收缩静蓝所致 不严重时 喝热水能改善血液循环 减少胃静蓝 通过热传递抑制痛传递 但温度过高的水可能会刺激胃粘膜 加重病症 而喝热水只是初步的护理措施 如无效需尽早去医院了解病因 可见 喝热水并不能包治百病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 喝热水是有好处的 但喝下肚的水并不是越热越好 我们的口腔和食道表面都有粘膜 正常情况下 口腔和食道的温度多在36.5度至37.2度 食衣的进食温度是10度至40度 能耐受的高温也只在50度至60度 当接触到75度左右的食物时 黏膜会有轻度灼伤 由于这些部位的血液循环非常丰富 受伤的组织会及时脱落 增生 偶尔的轻伤可以很快恢复 但经常喝烫水 吃烫食的人 黏膜在不断重复修复的过程中增生增后 对热刺激的反应就会降低 即使受了伤也无法察觉 黏膜经常被灼伤刺激 会逐渐引发口腔溃疡 食道溃疡和食道炎等问题 此外 还可能引发癌变 增生的细胞中可能会产生出形态 功能不正常的异形性细胞 当这些细胞多了 食管粘膜的表面可能出现癌重 癌组织不断壮大 开始侵占食道的空间 患者开始吞咽困难或有异物感 因此 世卫组织将65摄氏度及以上热水列为2A致癌物 因长期喝太热的水可能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 如果你已经形成了喝热水习惯 要注意喝温度合适的热水 40度左右的温开水最好